這邊有個問題就是說 你按下總表比如說他剛好五月份沒有捐款 那會有個問題就A2卡住向下 他會跑到1048576 那問題來了如果1048576那變成說我抓到的數字就不對了 如果你一定會發現 如果合併的話應該會卡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回來的R是10485應該是沒有東西才對 所以 按下這個合併他就變成 他這個就出錯 出錯的問題出在哪裡 就五月有沒有4月OK 那五月你會想說到底出哪裡 其實這邊 R1 104857 意思是說他怎麼樣 他希望從 A3一直到D的1048576 要扣到這邊來 一定扣不下 因為 他全部就1048576列 可是你要從A8扣到 變成他少了7列 他放不下 所以他剛剛出現的錯誤是什麼 他說 你要複製跟貼上的區域不同 而且他好像會有什麼區域的限制 其實他 他其實也沒有提示證據 他應該是貼不上才對 因為他列數不夠 不過這也不是重點 出錯了 那你要知道為什麼錯 其實出錯 也是寫程式裡面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很多同學 可能正常狀況 都 沒問題 但是如果出錯誤之後發現奇怪 不會解除 解錯了 其實 當你遇到 這種畫面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很多同學看到這個畫面就很緊張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一按針錯就好不用結束 二的話確認一下到底這邊哪裡出錯 一般習慣就是游標放上去看一下 R1裡面怎麼是1048570 那不對 所以呢 接下來如果有錯 請特別注意 就是把錯誤解決 你這個程式就可以run 那也就是說 你要知道為什麼出錯 然後把那個問題解決了 那就不會出錯 所以 當然解決方法很多 一個是什麼 如果104 那表示說 如果裡面是空的 所以也許你這邊可以設一個邏輯 底下怎麼樣 1負 比如說這邊底下可以加一個 1負 R1 1負什麼呢 如果 1負 如果他R1 他等於什麼呢 這個R1的值如果等於1048576的話 然後呢 我就 跳開 這個回圈 不是離開喔 不是離開這個程式喔 而是說 我要 跳離這個 這個for回圈的這個現在跑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你的寫法可以這樣 if嘛 然後這個是邏輯判斷 那一般寫法這樣啊 你可以enter兩下 打一個 and if 然後裡面的話就寫一個敘述 離開 這個for回 這個for就跳離了 那應該什麼呢 應該就讓他跳過就好了 跳過 可是這個敘述好像不好寫 所以其實如果 這個地方可以想想看 如果 不然的話就怎麼樣呢 else 就是說這邊加個else 如果他 應該不等於好了 不等於1048576 才做這裡面的這兩個事情 所以這兩個事情就把它放到裡面 然後把它按個TAB鍵 意思就是說 如果當他等於1048576的話 那可以怎麼樣 那就 跳過去了 什麼事也不會發生 那這個出回就被解掉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多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如果 當他 不等於1048576的時候 才去做複製的動作 那意思是說當他如果等於1048576的話 那就怎麼樣 就跳過去了 OK 所以應該可以懂我在說什麼吧 OK 所以邏輯判斷在回圈裡面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懂得做 一個邏輯 然後避開這個錯誤的話 那有的時候你程式就一直會有BUG OK 所以你就把它再回到這邊來 看會不會進到裡面去 不會跳過去 所以這個 這個 邏輯有點像什麼 如果當你程式發生錯誤 你就加一個 讓他不要進去到裡面 的一個什麼關卡就好 所以這個避浮有點像閘門 你會出錯 關起來擋起來 不要讓你進到裡面去你就不會出錯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不過其實說真的 一般我比較 不太用10 因為其實會有個問題 如果說你今天是Excel的2007以後的版本 是1048576 但如果你是Excel2003以前的版本 是65536 因為他的總列數 不同版本 會有不同差異 所以這個方法 只能夠用在2007 以後的版本 怎麼辦 對對對 所以我 就是要講這個 因為這個方法 目前是OK 所以你算蠻認真的 你怎麼 你是自己想出來的嗎 因為工作上 一直遇到很多問題 OK 所以你也是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剛剛童也講的 就是這個問題的話 如果 那怎麼辦呢 你乾脆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儲存格 如果是空的 那應該沒資料 所以一般還有個方法 就乾脆 判斷 儲存格的第一個 是不是空的 所以另外一個寫法就是 寫這個邏輯判斷 我不要這樣寫 我可以用判斷 如果Ranch Ranch 什麼呢 A3 這個儲存格 假如他不等於空的 他裡面不是空的 不是就不等於 不等於 那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空的 那 在 做底下的事情 如果是空的呢 意思說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就不要做複製動作 那就上一個保險 那這一招 是不管哪個版本 都一律沒問題 OK 我以為 我以為你有去 看其他的東西 因為 這個方法也是 我想 反正就是想出來的 就是見招拆招 你也是一樣 就可能遇到問題 想方法解決 但是 也許你還有更好的方法 沒關係 我只是跟你講 類似邏輯 你可以再去想其他方法 都OK 你想說老師那我A3 我不要A3 我B3 也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城市是活的啦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他成功了 再跑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讓他跑一下 剛剛的東西 所以剛剛如果你開發了很遠 讓他再run一下 咦 國惡科 理論上這樣就OK A3等於空的 A3 不等於空的 A3不等於空的 才去做 但是你覺得說 如果A3 你不要加 你不要再負 對 太好了 因為可能快下課了 因為 時間 太緊迫了 所以 這個地方前面 要加哪一個序子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要加哪一個工作表 如果你沒有加工作表 他不知道哪一個工作表的A3 好 太好了 所以 真的 三個臭米醬 聖哥一個諸葛亮 對的 OK 所以有的時候 我自己有時候偶爾也會 陷入到某一種迷 但是還好就是我會 先停下來 然後先看一下 千萬不要慌張 問題就解決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我們重點就是 把那個 其實我們先講分割了 但分割後來我們都講合併合併了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就講 再講分割了 因為其實工作裡面不外乎就和和分分分 你就只要 只要 我看好像大部分的這些問題都能解決的話 好像 工作大部分的問題 就是 你要很後備 人力物力的那些事情好像就很快可以解決掉 OK 我只是 剛好整理出來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好像 人家問的問題都跟這個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是集中鼓勵在這部分 OK 所以回去的話 強烈推薦各位 一定要動手做 而且不見得要把層次寫的跟我一模一樣 最好如果 你可以寫的跟我完全不一樣 而且 RUN出來都OK 那表示你真的是 學會了 OK 回去可以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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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